今天是第二次來到溫莎堡 來走這個long walk 那我們今天就從中段呢 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去看童馬雕像 在遠遠的方向看去就可以看到童馬雕像了 其實每走多久就已經到達了 童馬的下方還蠻有成就感的 很快就到了 如果走累呢 還可以在旁邊的池塘稍坐停留休息一下 大概花20到25分鐘的時間就可以走到童馬雕了 上去看看 從這看整條long walk真的是蠻雄偉壯觀的 走完了long walk之後呢 就把車開到農場這來停放 旁邊有一條Alber Bridge 一塊來看看 在我身後的是Alber Bridge 就在皇家農場的旁邊 你可以沿著菜務室和散步 上完鋪之後呢再去農場喝杯咖啡逛一逛 這裡實在有太多的美景了 一次走不完 下次再來過了 拜拜